加上有一間知名的汽車旅館 民眾在臉書社群上PO文 說住宿房間的地毯上 竟然出現不明的申訴刀片 發文民眾強調 當下還在赤腳 在地毯上跑來跑去 幸好沒有踩到 也覺得地毯上出現刀片 實在太離譜 針對這次的事件旅館致歉 表示之後會把地毯全面撤除 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繽紛色彩多項遊樂設施 還有兒童電動車 不少小孩在這裡 玩得不亦樂乎 嘉義民雄這間汽車旅館 營造親子氛圍 不少家庭客首選 但卻有民眾投訴 住了之後 孩子差點被刀片給刺傷了 侯小姐臉書社團PO文說 她帶著梁寶入住這間旅館 先發現地毯似乎有異物 起初還以為是臟屋或枯葉 但角落這個有點不一樣 仔細一瞧 竟然是美工刀片 而且還生鏽了 幸好她的孩子赤腳 跑來跑去 剛好沒有踩到 網友看了則認為 這種鋪地毯的飯店 都會盡量跳過 否則刀片這麼危險 孩子摸下去怎麼辦 那關於房屋沒有確實 清潔乾淨 我們也真的很抱歉 我們會再聯繫這位客人 那做出補償的動作 業者出面致歉 會聯繫這位房客 給予相關補償 房屋清潔的部分 也會再要求加強 只是他們也納悶 這生鏽的刀片 是哪裡來的 接下來我們會把 所有地毯的房間 地毯都撤掉 避免再有危險的事情發生 就怕再有類似情形發生 容易加藏異物的地毯 但乾脆全部撤除 避免再有危險 或不應該的物品 掉到地毯上頭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